大家好,我是多多 多宝宝今天又来医院打针了呢 今天来了之后 多宝宝没有看见昨天打针的医生 他们说医生休息了 多宝宝好开心耶 多宝宝坐在这等着 然后一会儿他不来 是不是多宝宝就可以回家了呀 爸爸和妈妈这会儿 还和其他的医生聊天呢 也不知道他们等什么 突然就有一个人说 多宝的药已经准备好了 多宝宝咋没有看见呢 多宝宝的医生今天都没来 怎么又要给多宝宝打针呢 多宝宝一下就紧张了呢 赶紧满地溜啊溜啊溜 妈妈你快保护多宝宝 又要给多宝宝打针了呢 医生休息了多宝宝不是可以不打针吗 为什么还要给多宝宝打针呀 妈妈还说今天才是第二天 多宝宝还得继续打针才行呢 说着说着就来了一个美女阿姨 她说她打针可温柔了 多宝宝不会疼的 可是多宝宝还是紧张 又拿来了十多支针 多宝宝每天要打一堆堆的 多宝宝吓得赶紧就躺下了呢 爸爸和妈妈还千听万嘱咐说 一定要换小针头小针头 要不然多宝宝疼 多宝宝疼了他们就会心疼的 看爸爸一抱在怀里 多宝宝一下就安稳了呢 多宝宝觉得爸爸抱着的时候 就像是保护多宝宝一样 像打针的时候多宝宝一动都不动 就可乖乖了 他们还说多宝宝是他们见过最乖的乖乖宝呢 就算生病了多宝宝也不叫 也不赖赖的 打针的时候配合的也可好了 可是多宝宝还是有点怕怕 多宝宝是我紧张的嘴都不能睁开了呢 爸爸一直抱着多宝宝 多宝宝还能心里舒服一点点啊 然后这些医生一般打针一般在那说话 还说多宝宝明天如果状态好的话 再打一天针就可以了呢 多宝宝听到这句话 一下子就开心了 然后就张了一下嘴 他们就说多宝宝笑起来好好漂亮 平时多宝宝走在路上也有人夸呢 看这个小姐姐给多宝宝打针 一会换一个地方呢 整个后背都给多宝宝打满了呢 过两天多宝宝身上都成筛子了 全都是针眼儿的呢 今天打完针回家 多宝宝就可以吃点东西了呢 多宝宝这两天觉得可贪可馋了呢 也不知道爸爸妈妈 能不能给多宝宝做点好吃的呀 早就给多宝宝 可能 iso